阿嘎嘛不用說好不好 應該全台灣的應該沒有人不認識我吧 這麼囂張這麼囂張 不認識我趕快去看我的影片 從2008年就開始拍影片 然後現在已經是第11年了已經拍了11年 那我一開始拍影片 那時候還沒有YouTube這個名詞 那時候還是把影片丟在五名小山上面而已 那從五名小山一直拍到Facebook 然後到IG到現在 有所謂的YouTube這個名詞 也是打滾了11年 一開始會拍影片其實不是我拍 是我那時候跟室友常進的 老觀眾知道熟悉有個常進的角色 那時候他就把我的生活的過程拍下來 那時候是2008年 中華隊八搶三輸了加拿大 就是那種 我就是燒入詞 還不是真的入詞喔 拿了一個T恤然後寫入詞 然後放火把它燒掉 那個畫面拍下來 然後就放到五名小山上面 那時候純粹是好玩 就跟畢業的同學們分享這個畫面而已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想要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成是未來的工作 台語這個元素是我從一開始就有的東西 那也不是我刻意加進去的 因為我平常從小就是跟阿公我沒有講台語 那我跟朋友之間在臉小尾的時候 也是台語居多 所以大家看久了就會習慣 喔 阿公就要講台語耶 然後很親切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一直保持這個元素在我的裡面 那大頭佛為什麼 那個人都不露真面目要戴大頭佛呢 因為他長得實在是不好看 所以不如戴面具 不是啦 因為這個彭 他都是大學同學然後來幫忙拍 那他們都有正直的工作 所以如果露臉的話就比較不方便 所以一開始就阿那要拍可以 那你幫我比如說怎麼打馬賽克 那時候技術還不是很好 所以那你就戴個面具幫我演 阿OKOK 就這樣一路拍下來了 我覺得 Youtube這個變成一個全新新興的一個行業 一個職業的一個Youtuber 就變成 我從事這個工作會被認同 大家都說你網路紅人 網紅是在做什麼不知道 但現在好像有一個你是Youtuber 專門在拍影片 然後可以賺廣告費 然後可以變成正式工作的一個項目 那其實他也是一個 除了傳統美女之外 一個發生的管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透過我們這些比較有知名度的Youtuber 可以幫你做一個發生 為社會講一些事情 然後他不會收到任何的組織 或者是什麼力量去控制 對 他就是一個很 很從 從下而上的一個發生的管道 一個職業 那 人生最愛嘎貝 當然就是 我嘗試了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 可能如果是一般上班族以前 如果是沒有當這份工作的話 回去當社工 你可能就不會跟一些 偶像明星 有機會見面拍片 或者是有機會叔叔拍廣告 或者是 跟總統見面 金總統府 然後要去打聯盟開球 就是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都可以 因為這一個平台就完成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 神奇 對 很多稱號嘛 那種 長青樹 古灰級的 對 我覺得能夠一路這樣拍下來 我覺得是把 這份這樣的事情變成是 只是一個工作啦 就是 因為工作就該有工作的樣子 每份工作 你就是要每天 處理 處理社群上面的留言 然後每個禮拜 固定產出幾次影片 那就是你 該有工作的樣子 那我只是在做 應該做的事情而已啦 所以就是 才能這樣一路拍十幾年下來 對 那 下一個十年喔 我覺得夢想是 可以好好的再拍個 不是十年 四五十年 然後到我們七八十歲的時候 還可以教大家怎麼 挑外單攻 然後開箱 欸這個犧牲機喔 哈哈哈哈 哪一家的最好洗 這是我們的夢想 對我們跟一些其他的 像浩浩阿馬叔叔那些 湯浩兒 我們先拍比較久的 以後要一起七八十歲專練 開箱洗腎機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的夢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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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否 因為 對